今年我通关了第四款游戏 看来电子异地快好了 第四款是生化危机4重制版PC版 才能感受 首先介绍一下我玩这款游戏的豪华装备 4080响卡 4K分辨率 特效全开并拉满 42寸的LG C3电视 香蕉猴Given5的音箱 全程开HDR 并且在关灯的房间玩的 用的是XBOX手柄 这只手柄买了一年多了 平时玩游戏比较少 这次终于把手柄赠送的那个电池给用光了 这套游戏设备还不错吧 即便如此 通关后我仍然觉得生化4重制版 这款游戏不适合我 那我为什么还要玩呢 是因为这款游戏的热度太高了 好评如潮 如果不尝试一下 我总感觉这辈子错过了点什么 不想留下遗憾 其实我最早接触生化危机4 是在PSR上 刚一进村 遇到了电剧人 然后就放弃了 后来生化4上了电脑 我又开始玩 好像是用修改器 通过了电剧人那段 但是因为看不懂剧情 不知道怎么玩 又放弃了 再后来 我花200块钱收了台NPC 据说这个版本的生化4 画面是最好的 然后又开始玩 还是玩到了电剧人 又放弃了 现在生化4重制版 不仅画面好 而且还有中文字幕 甚至还有中文语音 流程提示也特别人性化 而且还有辅助模式难度 即便如此亲民 生化4重制版 对于我这种手残档来说 还是太难了 主要是血太薄 钱太少 火力严重不足 要不是我开启了风铃大法 我是不可能通关的 不过这样一来 游戏的体验感和成就感 会大打折扣 我生事把生化危机4 玩成了古墓里营9 恐怖的来源是火力不足 没有一个boss 是能挡得住一枚火箭筒的 请各位不要喷我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 游戏的体验方式 当我体验之后 并没有感觉特别爽 也没感觉特别无聊 就好像看一部电影 或者听一首歌 有的人特别喜欢 有的人却不以为然 生化危机4重制版 是一款好游戏 怪不得它也进了TGA 当我通关后 看到结尾的那个工作人员名单 你想到这款游戏 需要这么多人来制作 但是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名字 都是日本人的名字 我就想什么时候 能看到一款3A游戏 通关之后 看到的工作人员名单 大部分是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那得多么自豪啊 希望黑神话悟空可以